大家好,又是我熊培申丁 好多谢你们的支持 见到那么多人看过这条片 我真的很开心 多谢各位 今次再和大家分享下我做的欧巴 材料有清水200克 加入5克的低糖酵母 将它搅拌一搅 再加入250克的高筋面粉 拌一拌它 接着我们就会加入2克的盐 我们将所有材料搅匀 过程又不需要2分钟 见到面团呈现湿烟的状态 就可以了 再等大概2分钟 我们就会进行第一次的发酵 用30分钟的时间 用保鲜纸封住它 发酵30分钟 好,现在呢 发酵3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就将它进行第一次的拉伸面团 首先呢 浸一浸水 那便不会黏住手 好了 将面团 用手指 托着面团的底 轻轻轻轻拉上来 盖住另外一边 好了 转一转盘 准备 已经拉了第一边 现在再拉另外一边 又是同样的动作 将底的面团 都托起它 轻轻 就近过去 好了 现在就是 另外这两边 未拉的时候呢 我们用同样的动作 都是这样 拉起它 摺过去 好了 再又拉起它 摺过对面 盖住它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慢慢摺过 好了 现在呢 就是第一次拉伸了 用保鲜纸封住 发酵30分钟 现在就是 看到面团 经过第一次的拉伸 发大了很多 一样同样的动作 四边拉伸一次 又发酵30分钟 现在的面团 就长大了很多 看到很多筋膜出现 那些筋都发得很漂亮 同样的动作 拉伸 四边 现在我们已经是 进行了三次的 拉伸的动作了 发酵了三次 共用了呢 是个半钟的 现在面团发酵好了 桌面撒点面粉 将发酵好的面团 倒扣到桌面 记住啊 千万不要排气啊 不要按它啊 将面团慢慢拉伸 成为一个长方形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整理的长方形呢 都不错啊 好 我们 记住啊 不要拉伸的时候呢 排气啊 首先轻轻的 这样松一下松一下 松开它 我们呢 的网状都不错啊 我们呢 摘一半 翻上去 再将另外一半呢 又翻过去 蓋住它 好像呢 蓋皮那样 蓋住它 就收口了 收口了 的时候呢 就将刚才的口 拉上来的口呢 我们就呢 捏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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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面团呢 都整理得差不多了 现在 我们呢 就会把它切成三分 然后呢 就会将它们呢 放在 乳酸铺了牛油纸的烤盆上面的锅 等它松弛三十分钟啦 记住啊 用保鲜煮盖住它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 煮的焗炉 二百度 等面田呢 松弛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入 焗炉的啦 等它呢 焗二十分钟 好了 现在面包出炉了 你们看 的色泽都不错啊 发的都挺好啊 我们 但是的内部呢 是怎样 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啊 哇 都挺好啊 是不是啊 里面的气孔都很均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希望大家喜欢啦 多谢收看 记得给like 订阅 同分享啊 拜拜